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最近如果你看全球新聞的話 好像一定會出現一個劇本 冰與火之歌 為什麼呢 北半球是寒冬 南半球是寒熱 最熱的時候 剛好最到一個極端子 對北半球來說的話 這個時候的確像美國 就面臨到極地來冷空氣的威脅 每年都會來個幾波 是這個樣子 就有點像是我們冷氣團 但是它因為比較高緯度 也比較直接從極地來的冷空氣 所以這幾天有一波 接下來下禮拜還有一波更強的 你有沒有看 負散是幾度的溫度 老實說這個溫度壓力會非常的大 各位如果要去美國的話 一定要注意一下 但是好消息呢 以是目前來看的話 在我們過年那個禮拜 在美國來說的話會好一點 但是加拿大就一片暗黑 這都是很冷的 很冷的 那整個可能下禮拜過完年之後 還有一波有沒有看得清楚 一波一波的冷空氣會這樣少來 對美國來說的話 一下子10度 一下負10度 20度 這個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相對之下呢 台灣都在這種很難低尾度的溫度 老實說真的還算很舒服 我們看一下亞洲 亞洲其實也一樣喔 北海道在日本或韓國有些地方 現在呢是下雪下的真的蠻大的 蠻大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都是暗黑的都是冷空氣 這邊呢就是很溫暖 哪裡溫暖就是台灣啦 台灣雖然有時候會很低溫 今天各位感覺到有點冷 可是老實說真的是小屋見大屋 預計到過年前還是有一波 2月1號 2號有一小波 那接下來就回溫 然後過年期間目前來看的話 沒有很強冷空氣會下來的訊息 但是各位知道過年有9天 大概會有一到兩波 或是兩到三波 看那個切的時間點會影響 所以大致上呢 溫度不會差距太大啦 所以今年的過年各位可以放心 不會像現在那麼的冷啦 目前還看不到很強 更強的這個訊號會跑出來 今天溫度呢 會持續的在下滑當中 有沒有看到這個冷空氣的這個走向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都是冷空氣 一直往南衝 一直往南衝 差不多這個界線 所以今天呢 越晚會越冷 整個冷空氣衝下來 那麻煩的是呢 我們這邊呢 相對的蠻乾淨蠻清朗的 所以預期呢 今天越晚會越冷 請大家注意的 越晚越冷 尤其是它是屬於一種乾冷 當然北東銀豐麵偶正雨啦 那預期呢 會持續到禮拜天 禮拜一 禮拜一白天開始 就慢慢的 稍微回溫一點點 禮拜二 三 四 大概就是一個 穩定活溫的好天氣 很適合大掃除 然後禮拜五呢 又會稍微降溫一點點 所以要注意啊 空氣污染 這兩天 西半部空氣品質 濃度稍微差一點點 目前來看的話 沒有什麼太多境外的 污染的問題 但是整個高頻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幾天呢 比較偏乾冷 所以只有銀豐麵 北東銀豐麵偶正雨 整個大致上來說的話 等於是 都還滿乾燥的 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 雖然有時候陽光沒有出來啦 但是南部還是有出來 但是不要被陽光騙了 晚上一下山 等於是冷 感覺會滿明顯的 輻射冷卻 所以在北部呢 台北市 你看12到13度 這整個是降得很低溫 南部就有點溫差了 今天晚上的溫度 清晨的低溫呢 晚上清晨的低溫 要注意一下 清晨的低溫真的很難預測 很頑皮啦 浮射冷卻 那在整個東半部呢 也是會有冷的感覺 會出現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另外呢 在禮拜天的白天 大致上 還是清晨的降低溫 要注意一下 這種禮拜天 禮拜一清晨的低溫 這個都是指的 都會的溫度 如果沿海的溫度呢 浮射冷卻的話 可能就拉到10度以下了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這個身體的健康 還有農民朋友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東半部呢 也會有明顯的一個溫降 那當然啦 白天的時候呢 都會有陽光會出現 所以很適合掃除啦 所以盡量呢 大家睡晚一點點 白天的時候再做就可以了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乾冷空氣南下 溫度下滑 今天下滑 跟昨天反差很大 週日一清晨流逸 早晚的低溫 注意健康 週南部的空氣品質 比較差 請大家留意了 下週二開始回溫 目前來看的話 會持續到禮拜四 那過年期間呢 會有一兩波的變動空間 但是還不算太差 這是目前的訊息 請大家隨時鎖定我們 持續下禮拜呢 應該會有更正確的答案 會出現 我們來看詳細題